未來的話,假如說你在VPA裡面要寫一樣的程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寫成一個sciper就可以了 那其實寫法上面差異比較大的地方應該是 第一個就是亂數產生的方式 在python是用那個random 然後一個random range 那在VPA裡面是用一個函數叫做rnd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它產生的一個亂數 它其實產生的值是從0到小於1 它可以是0 但是不會等於1 就是0到0.999之間 所以為什麼要乘以20 因為乘以20之後的話 比如說0乘以20還是0 那如果1乘以20是多少 就20,可是它不會是1 所以是19.999 所以也就是說你把rnd乘上20 它可能的乱數值就是0到19.999 所以為什麼萬一包int int就是取整數 比如說0到19 那如果我要是1到20的話 那把它後面加1不就好了 0到19 那加1就會變成1到20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就是利用rnd的函數 來產生我們要的亂數 其實Java Java裡面也是類似的方法 Java裡面也是用差不多一樣的方式 所以這一段程式 如果你要把它在VBA執行的話 Ctrl C Sub到EndSub 然後你可以一樣把Excel打開 開發人員裡面有VideoBasic 然後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Sub跟EndSub貼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rnd的話就是上面有一個執行 直接rnd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那只是差別是input 變成input box 就是一個 本來是旁邊嘛 那現在是在這上面輸入 輸入10 Enter 那顯示出來的結果是這個叫message box 有沒有 太低了 所以太低的話呢 太低了應該高一點 15 有沒有 答對 兩次都對了 有沒有 然後你確定 那就移開了 那基本上 程式哪些地方 不一樣 第一個rnd 第二個就是那個 file回圈的話 這邊叫do file 不過底下有個loop 那還有其他細節 前面有類似講過啦 然後 如果你要離開 我們用break 可是在那個VBA裡面的那個 離開的話叫exit do 這個差別 請各位自己再比較一下 那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話 如果在VBA裡面 這個底下我們有講 也可以把它改成for回圈 也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do file E有沒有 改成for 那個for回圈在 VBA裡面呢 寫的方式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是 Python是for i in range 那如果在VBA叫for i 等於 哪個數字到哪個數字 OK 所以其實 其他會相同啦 要把它改一下 那這一段的話是只能拆三次 OK 當然我沒有寫 剛剛的方法二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自己再改寫一下 其實應該如果你用同樣的邏輯 只要再增加一個變數 比如說c等於0 然後一樣把累加再判斷 其實也是可以寫的出來啦 稍微改一下 OK 那這邊的話呢 主要補充 就是 如果把剛剛的Python程式 改寫成VBA的一些 寫法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一個練習的叫 MANCE CAI 那這個MANCE CAI 其實它 概念是這樣的 就是說呢 我輸入什麼了 我亂也是一樣喔 我先demo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OK 比如說呢 我今天喔 這邊的話 一樣亂數 那只是說亂數的話喔 OK 亂數的話呢 是亂數什麼 亂數一個 月份的英文 然後讓你猜什麼了 比如說這個Stember是幾月啊 OK 有點像那個英文 中文的 有點像那個測驗喔 這是幾月啊 那當然我隨便猜錯 假設猜一月 一月對不對 不對 答錯了 問題 他又重新再跳一個問題 這是幾月啊 OK 那你又猜錯 繼續猜 那跟各位講 這一題一樣 他沒有一個次數限制 他一定是要猜到對為止 才會離開回圈 所以呢 我們就輸入那個正確 Stember跟11月吧 OK Enter 不對 應該9月喔 OK 9月 Enter 好 答案正確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答對之後的話 才會離開 那你會發現 正確的話 後面呢 會一樣多增加一個 Break OK 那首先的話呢 這一題喔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這個1到12月份的英文喔 我必須要先利用 一個 變數喔 把它羅列出來 也就是說呢 這邊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我的資料喔 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剛好喔 可以把它列 列舉在哪裡 列舉在這裡 後面 一個兩個 總共有12個月份喔 那以前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如果用一個變數 比如說是一個字串變數的話 裡面只能放一個月份 可是你會發現喔 我放的是 一個清單 等於是 1到12月份的英文 那該怎麼放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要多學一個變數的型態 叫做串列 英文名稱叫List 那什麼叫List 其實講白話意思喔 有點類似像Excel裡面的什麼啦 Excel裡面的 一個清單 那我們首先的話喔 當然在Excel裡面直接就放在那個 我們的儲存格裡面嘛 那可是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你就變成要放在List裡面 那List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前後呢 一定是中瓜胡 開頭呢 結尾 中瓜胡 那裡面的話 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一直在推 然後第一個資料的編號 所影值的話記得喔 從0開始 那這個是 0 1 2 3 OK 一直在推 那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放的順序喔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喔 我刻意放一個空的 你想說為什麼要特別放一個空的 跟各位講一下喔 因為如果我不放一個空的話 原來是放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1月喔 它的編號會是多少 它的編號是從0開始 0就是1月 2月的話就1 3月3月是2 那會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這以前我常常 光遇到這種 就是頭很痛 為什麼 因為你的編號一定是 跟你原來實際上位置 是減1的狀態 所以你一定要減1啦 這個要減1 那如果說你要把 所影值 再變為它實際上位置的話 就要再加1 一定要加1減1 哇頭都很痛 所以後來我發現喔 只要 再 做一個動作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什麼問題 什麼方法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 在這邊加個什麼 空的值 也就是說啦 把第一個空下來 也就是說我1月就不要放在 0的位置嘛 我把它放在1的位置 那這有什麼缺點 就是浪費一個 非常小的空間 對城市完全不影響 OK 好那首先的話呢 什麼叫做 List 這裡的話呢 其實有點像是 那個Excel裡面的 這個清單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說 老師那那個 1到12月份的英文 我如果不會拼的話 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Excel 還蠻不錯的 但你至少要先拼出 1月份 你只要把1月份 把它拼出來之後 再利用Excel裡面 你就把1月份 先輸入到A1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填滿到12列的地方 你會發現 1到12月份就出來了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Excel內建清單 OK 那我們 就可以看到 它的月份 跟它的列數是相對的 所以 我們假設 在Excel其實也可以寫 類似的程式 OK 那只是說 我們現在 主要是針對那個 Python 來看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說 我如果 要 撰寫一個像這樣的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寫 第一個的話呢 請你把 1到12月份的資料 先放過來 那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記得加前後雙以後 然後這個零把它控下來 那1到12月 所以將來呢 如果你要取得什麼 取得 1月份裡面的資串的話 跟各位講 可能你要記得一個規則 就是ms是 這個 串列 的變數 然後呢 如果我現在要取得1月的話 它的編號 所以你如果要取得的話 就ms 記得如果你要取得1月的話 請你在 中瓜湖裡面 輸入1 用這樣的敘述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把 1月的資料 放到ms 中瓜湖1 那如果你要2月的話呢 顧名思義嘛 把這邊改成2 那就取2月 一直都有推 OK 也就是說呢 我們將來如果說我今天 各位可以看到 我如果要讓他 讓那個 就是人家猜 任題為 這個是幾月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假設每一次都固定的話 當然就不符合那個 我這個 遊戲的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把它結束掉 有沒有 再重新再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的每一次 抓的那個月份 英文都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要乱數 所以呢 這裡的話 我們第一個需要什麼 先把清單建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 清單先建好 OK 所以清單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 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24頁這裡 清單有了 第二個的話 乱數隨便抓 所以需要一個什麼 抓 用random 所以 importrandom 那random的數字的話 當然 因為我們清單的順序 從1到12 所以呢 那我就是 給一個 變數名稱 叫mr好了 幫我random range 那範圍的話 就是1到12之間 所以1到12一樣 11到13 13停下來 幫我從1到12 裡面 隨便抓 一個數字 那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 底下的程式 跟剛剛蠻像的 先換一帽號 為什麼 先反正呢 你就不斷讓 讓他拆就對了 那所以呢 第一個 先給他一個問題 所以 問題為 問題為 這個是幾月 帽號 所以呢 input 問題為 串接中間這個東西 我剛講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呢 實際上亂數產生的 所以我把什麼呢 mr 放在ms的中瓜糊裡面 就是把mr放進來 那所以呢 如果亂數 假設說 剛剛產生一個那個 這個q 假設6好了 所以產生這個數字6 那就把這個6放到這裡面來之後的話 他就會去抓 抓這個6月的 英文 然後把它塞到哪裡 塞到這個中間 所以你會發現喔 問題為 這個q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會有個 問題 在這裡 把問題為 有沒有 他就把這個 英文單字呢 幫我塞到這裡 這是幾月呢 OK 有沒有 所以 為什麼可以亂數得到一個問題 再來底下呢 因為 答案 其實 他 最後比對邏輯的話 其實就要不就兩種 一個是對 要不然一個是錯 所以喔 如果 假設他輸入的 月份 比如說他輸入的應該是6月 假如6月跟他裡面mr裡面的結果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什麼 他答對了 所以print 答案正確 那當然答對的話要離開 所以加一個break 那因為答錯 比如說 假設我剛剛輸入的是7好了 7 有沒有等於6 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就執行ls 那就跳出答錯了 OK 答錯的話呢 那就回到這邊繼續回答 OK 再執行一下 再跑一下 那這邊的話 把它 OK 放一下 最後的話 執行 比如說這個是幾月呢 那假如說呢 我輸入一個錯誤的 5月好了 OK 那當然 因為這個是 應該是4月 所以呢 4有沒有等於5 沒有 所以他就跳到 答錯了 OK 那如果我今天 再輸入一個正確的 4 有沒有等於 裡面亂數4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答案正確 並且把 程式離開 答案正確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呢 主要是再增加一個 所謂的串列 那這個串列相當重要 因為未來的資料 不可能說 單單只放一個地方就夠了 通常是一大串資料 比如說你可能從資料庫裡面 有沒有 撈一大ERP 有沒有 然後外部 網頁上面一堆資料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這個資料 放一個變數怎麼放 放不下 所以呢 通常 我們會把它切割之後 再把它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這個串列形態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 這一題的話呢 跟前一題 最大的差異 就是 就是 我們 多增加了一個 這個 串列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 幫我們把那個 月份的英文單字 全部都放進來 然後再配合亂數 也就是說如果 當它產生的亂數 跟它實際要拆的那個 月份的數字是相 同的話 那就是 跟它講說 答案正確 然後呢 正確答案 然後後面的話 就 那反之如果猜錯的話 那就是不能 那就繼續拆吧 拆到對為止 那請各位 你可以試試看哦 來吧 感谢观看